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的改变 我心里面饶恕他 他在伤害我怎么办 John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对饶恕有一个错的定义 而且有很多人混淆了饶恕跟信任 那我们首先要去思想饶恕是什么 它又不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饶恕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心理状态 那饶恕它像是一个旅程的起点 它不是终点 其实没有人能够让这个旅程变得更快 或是更容易一点 那饶恕它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饶恕它不在于我们 饶恕是也不在于那些深深伤害我们的人 饶恕是在于神 我们能够饶恕是因为神先饶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饶恕也是因为神命令我们 要去饶恕人 我们能够饶恕也是神给我们力量去饶恕人 就是神先饶恕了我们 是神命令我们要去饶恕人 也是神给我们这个力量 给我们这个恩慈跟怜悯去饶恕人 我们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神将审判那些人 公义的主 祂会为我们申冤 祂有祂的圣洁跟公义 所以神会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非常喜欢这个人这么说 他说我们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比起沉浸在愤怒的里面 我们更在乎神的同在 我不想要我生命当中失去神的同在 所以我不想要浸泡在这个愤怒的里面 我们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我们在乎神更胜过 我们感受到的痛苦 我们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会成就对的事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我相信神会成就对的事 我能够饶恕人 是因为神是神 而我不是神 那饶恕不代表什么 饶恕不代表 我必须认同对方的行为 是 饶恕也不代表 我必须假装 这个不好的事没发生过 饶恕也不代表 我要为他的错误行为来找借口 你知道很多时候 很多人饶恕就说 他当时会这么做 是因为他怎么样 可是其实你不必为他找借口 饶恕也不代表 我们要把别人的罪行合理化 好让他看起来没有那么糟糕 饶恕不代表 我们必须忽视别人带来的伤害 饶恕不代表 我们要否认别人 正在不断刻意伤害自己的事实 所以 饶恕更不代表 我们要放任别人踩在我们头上 所以我们饶恕的这个人 不等于我们允许他 继续对我们做同样的事 那我们饶恕不代表 我们在他犯罪的时候 不能举罚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帮助 就是他在犯某个罪 你饶恕了他 但是你仍然可以举罚 他违法犯罪的部分 饶恕不代表 我们必须忘记别人犯过的错 饶恕不代表 我们要假装没有受过伤害 饶恕不代表 我们一定要和对方 恢复过去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饶恕不等于我要跟这个人 恢复关系 饶恕也不代表 我要跟这个人再次地成为朋友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要不要原谅我 那你原谅我了 那你原谅我 我为什么还不能够 这样以前那么好 那其实你不需要 接受这样的情绪勒索 就是说饶恕不代表 我们要若无其事 跟对方重新和好 饶恕也不代表 我一定要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饶恕他了 比如说有一个 很久以前伤害你的人 你们已经是没有联络了 你心里面饶恕了他 但是不代表你要去 传个讯息告诉他说 我原谅你了 不代表一定要这么做 饶恕也不代表 罪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都消失了 你知道 这个Jason Valentin牧师 他曾经写过一段话 他说饶恕不是 他写了一本叫 饶恕的超自然大能 在那本书里面 他这样讲 他说饶恕不是代表 你必须为发生 在你的身上是感到庆幸 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很开心 感谢主我发生这件事情 我不需要庆幸这些事情 也不是说我跟这个人 必须和好如初 更不是说我必须信任 那个得罪我的人 如果有个女生 被别人强暴 他必须饶恕 那个强暴他的人 这个人 为什么他要饶恕 因为他里面会有 一直有苦毒 一直有愤恨 但是他没有必要再跟那个男人 独处一事 那信任是由关系所建立起来的 但是饶恕是由基督在十字架上 买赎回来的 我觉得Jason Valentine 这个例子举得非常的好 这个人他 这个女生如果他被强暴了 这个男生还是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他应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不代表他所做的行为是对的 也不代表这个女生应该要隐忍这件事情 但是饶恕是关乎 他不需要活在下半辈子 活在苦毒怨恨 或是觉得他被玷污了 或是他失去了价值 他被羞辱 他不需要活在这些里面 这个男生还是要接受他法律 应该接受的制裁 但是他不需要再信任这个人 那信任是跟关系 你知道信任是关系 慢慢建立起来的 所以当你饶恕了一个人 可是也许你们的关系需要重新来过 也不一定要重新来过 也不一定要重新来过 也许你想要重新来过的话 那你可以start from zero 对不对 但是也许你就觉得这个人 就像刚刚那个强暴例子 我根本不需要再跟你独处一事 或者是你欺骗我钱 我根本不需要再把钱交给你管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其实饶恕第一个层面 其实是修复我们生命当中 臭敌偷窃杀害毁坏的 给予神机会来抑制跟恢复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健康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我们讲到饶恕 其实一定是在人际关系受到伤害 那受到伤害之后 我觉得我们是否跟对方 在一个更深的互动的里面 取决于 其实我们要学习 某种程度要保护我们自己 当对方仍然在他的一个扭曲当中 用错误的方式跟你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要画一个健康的界限 这个健康的界限是要画的 不是没有爱心的控告 或者是用情绪勒索 可以把我们逼到那种 跟他要互动的里面 跟他要亲近的 或者是对方信任当中 No,如果人家骗你的钱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我不太可能会跟你有金钱上面 任何来往 或者是坦白讲 我们其实也都不太需要来往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智慧 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没有爱心 其实在这个爱心的背后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爱心不是被操弄出来的 所以在关系的建立跟信任感上面 我们也有完全的主导权 所以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我们允许什么样的人 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核心圈里面 我想在每一次的一个伤痛的里面当中 我们学习把这个伤痛带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继续相信那些在你彼此关系当中 学习一起付出 一起成长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爱的连接当中 滋润你生命的这些的伙伴 但是那些伤害过你的 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要活在苦毒跟不饶恕的里面 那只要处理苦毒跟不饶恕之后 这个关系其实神怎么样带 我觉得在我们当中 我们可以跟着神一起来往前走 可是焦点不是对方可以定义这个时间表 或者是我们的关系可以走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另外一个我也想稍微提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说 forgive and forget 可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讲 圣经上没有说你一定要forget 其实坦白讲伤害我们的事件 人 你不会忘记啊 我又不是今天突然早上醒来 就之后完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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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forgive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不会忘记 但是慢慢的这个故事 在你的记忆当中会有一些改变 你看它的perspective 或是你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你对这件事情的结论已经改变了 对 那当然是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我们也清楚知道不是万事都是神的旨意 神可以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不好的事 甚至是鸟事 甚至是一些伤害我们的事 仍然是我们生命当中得到益处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 我觉得那个关系可不可以继续往前走 其实我觉得对方某种程度在这个关系当中 他要表达的诚意也是很重要的 那即便他表达诚意 也不代表你一定要接受 是 是 那个不接受也不代表你没有爱心 我要稍微提一下 我们在做饶恕的人 不要把过重的担子扛在我身上 就觉得说 我又 我做了这个饶恕之后 我就要让我们的关系 回到原本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你 你觉得这个关系是我们必须要下去 持续下去 可是你也是要start from zero 你要去观察对方的 他的改变 因为如果对方他不再 就是说我饶恕了他 但是他还是用继续的方法来对待你 或是这样子 那你当然就可以选择 其实你并不想要跟这个人建立任何的关系 或是你要跟他保持一个距离 就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 我觉得对于这个做饶恕选择的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 第二个是对那个伤害别人的人 伤害别人的人也不能够就是说 你饶恕了我之后 我就期待你要 马上我们要回到原本的和好如初 我觉得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人 也要有这样子的认知 而且也应该 如果他很想要去改变这个关系 他一定要做改变 而且他要允许别人的心 在那个时间不是立刻如同你所想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不管在夫妻之间 或在亲子之间 或在很亲密的朋友之间 都会面对的一个议题 那我觉得 我们都必须要去学习这个功课 就是说 确实有些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关系 能够往前走下去 其实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 譬如说神饶恕我们 那是全然是祂的恩典 但是对我来讲 我能不能有一种 奇怪的神学是这样 就是说 你知道吗 一切实际上神都已经成就了 那因此我就不用做什么改变 那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得救 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可是当神的恩典改变了我的心的时候 我跟神应该进到一种新的关系 我在一种新的身份的里面 我应该用这个新的身份 新的关系来跟神互动 神的恩典应该改变我的心 神的爱改变了我的心 以至于我想要 我有个真实的悔改 我有个心思意念的改变 同样的 一个人 如果你真的你伤害别人 你真的还是非常渴望回到 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能够 把那个饶恕当作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那些事情是你必须要 你如果你是个伤害别人的人 你生命当中必须要有很大的调整 而且决定权仍然只在乎对方 因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饶恕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我们在爱的里面 我们饶恕对方 那当然我也觉得说 我们在讲的是家庭方面的饶恕 或者是婚姻方面的饶恕 跟一般弟兄姐妹 或者是商场上面 人家对我一些的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是一些伤害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其实在家庭的里面 那个饶恕 其实我们的关系仍然在 那我们怎么样去维系 甚至是去经营这个关系 那那个东西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 一个爱的氛围当中 让给人机会 当孩子们有一些犯错 或者是做一些 一些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当我们讲到真的是在 那或者是说 你其实是在交往的对象 还没有进入到婚姻里面 或者是对方怎么样 然后让你很深地受伤 那种背叛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 把那个界限画得非常清楚 也应该要 也应该要画得非常清楚的 意思是在 你在表达跟对方说 你不能够用这种方式 跟我互动 那我原谅你 但是不代表 你可以继续用这个方式 跟我互动 甚至是不一定要互动 因为饶恕真正的核心 关键是心里面的饶恕 我可以打自内心饶恕你 不代表我要完全接纳你 跟我那么靠近 不需要 我从心里面饶恕 意思是说 你之前在我身上所做的事 这个不酸在你头上 我释放你 我也释放我自己 可是接下来 好像怎么样 好像我们重新建立一个关系一样 那这个关系可以是 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的关系 或者是我在 我在我的教会里面 看到一个我熟悉的面孔的关系 坦白讲互不互动 都不是绝对了 我们要说得更白一点点 其实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看到这个影片的人 也许他正在做一个抉择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脑子里面 就想到这个事情 举例来说 在感情的里面 如果一对情侣 你发现对方他劈腿 你们可能已经谈得很深 你发现他有劈腿 或是他有暴力的行为 那么这个时刻 你应该要饶恕他 靠着主的爱去饶恕他 但是不等于你们的感情 要继续地走下去 也许他生命当中 有更深的议题 你可以为了让你自己 的人生不要在痛苦的里面 你可以选择饶恕他 但是绝对 你如果要跟这个人走进婚姻 要继续走下去 这个你不需要做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在主的里面 你一定要划出 这个保护自己的界限 你不可以再用这样的方法 来对待我 你也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伤害别人 但是我饶恕你 但是我可能没有想要继续跟你 保持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也知道 有些时候在这种关系的里面 是很特别的 譬如说像Jason Valentine 牧师 在讲这个 饶恕的超自然大能 其实我看到最后一段 就是他的父亲Chris Valentine 牧师 这个知名的先知 说写了一段话我就哭了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Jason Valentine 牧师的故事 他其实是 他的初恋 是爱上了一个 这个成长背景 非常非常破碎的一个女孩子 那这个女孩子成长过程 就是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非常的渴望爱 然后 这是这个Jason Valentine 牧师 是在牧师家庭里面长大 他真的守身如玉 他的初恋 爱上了这个女生 然后他就跟他结婚了 他没有谈过别场恋爱 但是这个女生在过去 他的结婚前 他就觉得说 他配不上Jason Valentine 牧师 因为他觉得 他过去是很误会 很败坏 很混乱的 可是他们还是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 他们有三个孩子 非常的相爱 然后Jason 牧师 就是非常的疼爱他 照顾他 他也觉得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是他就感觉到 慢慢的他的太太 对他失去了兴趣 然后他就寻求很多帮助 包括去找Denis 这个牧师来做这些婚姻的辅导 然后一直希望 一直想要去赢得他的心 然后就一直想要去讨好他 到最后他都觉得 好像他活在恐惧的里面 就是一直觉得 他的太太会离开他 那他不能够让他离开他 所以他什么任何要求 都要尽可能去 直到最后 他发现他的太太 就是在外遇的当中 而且这个外遇的对象 是Jason 牧师的高中同学 那你就知道 那种伤痛有多深 是被双重的背叛 是被他的朋友所背叛 也是被他的妻子所背叛 那这个伤很深 而且那个高中同学 他本身也是在 一个婚姻的里面 然后呢 而且那个高同学的妻子 也刚刚怀了孕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对两个家庭 都造成非常大的痛苦 那Chris 牧师在那过程中 就是真的那种 那种痛苦挣扎 他就中间有讲一段 就是说 他把他们三个孩子 把Jason 牧师的三个孩子 也就是他的孙子 找来 因为Jason 牧师 觉得自己已经软弱到 没有办法去讲 然后Chris 牧师来讲 就讲完之后 三个孩子都在哭 然后用头撞墙 就说妈妈不要我们了 我们没有价值 那我就真的看那个 整个心碎了 我就觉得 任何人都不应该 要为了自己的情欲 想 就是给自己的妻子 跟孩子 跟另外一半 造成那么大的伤痛 那可是重点是 整个伤痛造成了之后 他们就真的离婚 这个女生坚持要走 不愿意接受 一些的辅导 帮助 坚持要走 可是他每一个礼拜 有两次会到教会去 他们教会有办一个学校 他会来学校来接孩子 他车子常常停在 那个停车场的时候 Chris 牧师说 他从停车场 他从他办公室 就看到那个车子 他都痛苦到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说有一次 他在带他的这个大孙子 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孙子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就说 爷爷 他说爷爷 你喜欢我妈妈吗 他说他脑筋一片空白 在车上 他都不知道 他该怎么回答 他的孩子 他就说 后来他真的是 是那个圣经的教导 他就说 一直进来 他说 他说 伊利亚 就是他孙子的名 他说 如果我们只爱 我们喜欢的人 那我们算什么样的人 我当然爱你妈妈 我是他曾经有过 唯一的爸爸 我以为永远爱他 不管他做了什么事情 就他大孙子伊利亚 就气不成声 就说 爷爷 我也是 我也爱他 你知道有些时候就在 这是我谈到说 某些时候在某些伤痛里面 你知道那个关系 还要再继续下去 那怎么办 他有一次 他说他就 他在停车场 结果 这个 他的媳妇 之前的媳妇 就开车来 他没有看到他 就 当他发现 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两个四目交汇 其实过去 所有时候 Chris Fenton的眼神 都很避 都要避开他 可是这一次 他们四目交汇 他不知道 而且那个人 竟然开车 然后朝他走过来 然后Chris就想说 他到底是要假装 没有看到这事情 走掉 而且后来发现 他跑过来 跑向他 然后而且是流泪 跑向他 然后过来抱他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 跟他外遇的对象 住在一起了 可是他跑过来抱他 然后就说 请你原谅我 然后Chris Fenton 里面就完全挣扎 说我如果说原谅 那我要怎么面对你 可我如果说 我不原谅 我又怎么样面对你 可那一次Chris Fenton 就说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然后他就看到 这个人越 哭得越来越厉害 在他的面前 然后最后 他跟这个外遇的对象 他们生了孩子 这个小宝宝 叫Jackson 然后 我就Chris Fenton 还去看他 还去抱这个 这个背叛他的 喜父跟 跟外遇的对象 生这个孩子 叫Jackson 他就抱这个孩子 然后抱他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觉得 对这个Jackson 很生气 你知道他就说 有些时候就会 我们就会想 把一切的怪罪 怪罪到这个孩子的上面 就回去路上 他的大孙子 伊利亚在车上 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说 爷爷 你喜欢Jackson吗 然后 他说我来不及回答之前 他就说 爷爷 你喜欢 BabyJackson吗 你喜欢Jackson宝宝吗 他就心里面 他就想 他说 伊利亚 每一个孩子 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不管他们怎么出生的 我爱Jackson 然后 他就说 爷爷 我也爱Jackson 然后眼泪就一直流不停 他说 我也爱他 他好可爱 他说 他一瞬间就发现 他们两个人 曾经都想要把 一切的问题 都怪罪到 这个Jackson的上面 可是这个Jackson 也是一个受害者 这个Jackson 也是一个受害者 没有 在这个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在这个案例的里面 没有一个人 可是 至终神把这一切都扭转了 而且 我完全没有想到 Chris Mouss也把Jackson 认来当作是他的孙子 他也把他视为是 孙子来对待 而且 Jason Mouss也有 很幸福美满的婚姻 其实 我要说的是说 人有他的错误 可是也造成了 很大的伤痛 可是 他选择了一个饶恕 在那个饶恕的里面 他自己经历到医治 他的孙子经历到医治 他们的家庭经历到医治 我觉得这是神 饶恕所带来的 医治的大能 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故事 可是我相信 也许有些人 对这个故事 对他们来说 是有意义的 他们也会经历到医治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面对饶恕的时候 要知道 饶恕全然是来自于 神的恩典 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 是让神的恩典 跟神的爱充满我们 以至于我们能够去饶恕 不是我们里面的爱 也不是我们里面的恩慈 是神的爱跟神的恩慈 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决定 当我们饶恕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饶恕跟信任是不一样的 饶恕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而信任是在关系当中 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或许你饶恕了一个人 但是你会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不会想再跟他建立关系 但是有些时候是家人 我们需要跟他们 仍然需要建立关系 但是我们要求主给你智慧 知道怎么样子去分辨 帮助你在饶恕之后 能够展开这个全新的人生 但是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之后的人生 神会做非常美好的新的事情 愿上帝祝福你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路上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